我在你們報紙評論上首先提出堅守香港這個概念 因為始終我覺得現在香港是 我們首先要將去年6月起可能至11月的區議會選舉的一些假設要抹走它 因為我們當時這種假設是對香港人或對美國或對西方是過份有利令到過份樂觀的 我們剛才都說到經常覺得中國沒有香港是不行的 亦原來覺得中國很怕美國制裁 所以得出的結論是民主派是做甚麼都可以的 我贏了一半我怎樣去威脅你又可以我怎樣令到你就快 這些全部都是假設來的 但根本的假設就是中國首先不可以沒有香港這方面 所以首先我們要重新面對一個新的現實 究竟現在是否這樣 我們在上一節之前都提到 現在中國已經很強硬 它會有底線思維不適 你香港甚至你贏了一半都好 我會用其他辦法來DQ你去做很多事 過程之中一定會令到一國兩制甚至香港的法治 自由方面會受損 這個我相信不是我們想做的事 但現在就出來 我們經常都說現在是 南黃對決黃藍對決這樣 但我們要知道現在的南和現在的黃 不是舊時我們所說十年前的那種來 現在是一個很民粹性的 大家都是你死我活 甚至是要用外來的勢力 你深藍一定是想用北京的勢力去壓制另一邊 你這邊一定是想用美國的勢力去壓制另一邊 你出來的結果就是大家 你可以說大家可以 民主派的想法是他可以攬炒 至少我贏不到我都可以攬炒到對方 但由於現在北京一個這麼強硬的取態 令到只不過是你提早和他宣戰 提早和他攤牌 你攤完牌之後你就沒有了 你一拋清袋 現在看到危險的地方就是 只要你贏不到這個所謂35加 即是過半數的議席 你的運動就會失去 你所有民主派的聲望或籌碼都會失去 對於他們來說 是否真的這麼想一拋清袋呢 現在你一頭撞過去又達不到目的 這是否香港人所願 所以我的基本想法也是 你北京固然覺得現在香港的情況 你一個兩制再用這種 經常都被民意和民主派牽制 是不行的 所以他一定要逐步削減 你一個兩制的權利 或者自由 這些事情 這個 剛才都說到 有些人真的這樣想 我們要尊重他的想法 而民主派 他經常都要脅 要脅上面 其實都是在加速這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會覺得 為什麼沒有一個選項是真的去堅守香港 沒有一個選項是要守護 是保存香港的 兩個原來都是只會令香港更差的 還有我們 我們想不到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之前可能說攬炒 或是怎樣 是以香港會贏的角度去講攬炒 即是是一個要脅 是一個威懾 是一個威懾 可能在一兩年之內 一國兩制 將會是名存實亡 將會什麼都沒有了 就算你真是有能力移民 你是不是可以在一兩年之內 你就走到呢 你是不是有心理準備 可能你的資產就會大幅貶值 你的子女又怎麼辦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是以為可能去年的情況 已經是香港最壞的情況 不會更壞 但是沒有想到 如果一國兩制 真是名存實亡 香港提早玩完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何去何從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想過這一點 甚至你見到民主派 你問他攬炒完之後 那怎麼辦呢 到時才算 整個荒謬的地方就是 就是你明明香港 如果你暫時 我會覺得 這個可能是一個消極一點的說法 但是至少本來 至少可以 你說搜多幾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不要亂去刺激北京 我這裡不是說 這不是一種讓步 這只是叫北京 有規有的 叫他 一個兩制 不變形 不走樣 但至少我這邊 沒有一些口實 讓你入我的 讓你令到我們香港的利益 香港本身有的權利和自由 再給你削弱 我相信大家一定要 現在要停一停 想一想究竟 是否現在要立即撐過去 你撐過去是否對你有利 我們是否可以買到少少時間 看看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下去 我們香港這裡是由失衡變回 做基本的平衡 令到大家都可以 後退 大家都可以 休戰 停戰 回到一個正常的位置 然後我們再想一下如何救香港 我們也是 這個希望聯盟 其實都在考慮 在地區直選上 可能有些角色 所以這個也是 想真的 拿到香港真正的民意的支持 因為大家都聽 田先生都說過很多次 我們是一個 比較近乎一個 第三條路的 這樣的想法 我剛才都正正說到 現在我們香港 黃藍對決得這麼厲害 其實只剩下兩條路 但兩條路都是 其實無意於 令到香港是步向滅亡 走向衰亡的破滅 一條路 所以我覺得 不需要 特地說是一個聯盟 或是一個勢力 但我們實際上 是想給香港人一個 真正的選擇 一條生路 而不是剛才所說的兩條死路 是希望給到一個 令香港免於被攬炒的希望 所以我想 這個聯盟的希望 至少是 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正在惡化的 但你是否要令它更加失衡 更加惡化 還是你想至少我們香港 逃過這一劫 你說北京攬炒我們也好 民主派想攬炒北京也好 美國想攬炒誰也好 但不需要香港和一個兩制 直接受罪 香港是最先一個會出事 或者會出事 或者會滅亡的地方 我相信現在是要全力去避免這個可能性 我們都在研究中 其實怎樣才能把我們的理念帶出去 接著 其實我們 我最近會提出關鍵平衡者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把關鍵小數加起來 平衡這件事加起來 因為我們預見到 如果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裏面 如果建制派過得多半數 當然很多什麼23條 很多事情都可以過得到 而市民經過了反修例 經過了疫情 其實會否收貨 你都知道會反抬這個機會很大 但是如果你民主派 你得到超過半數 其實你就是迫中央 要提早出手去怎樣去DQ 或者很粗暴地對待這個議會 這個我想香港人也不想見到 所以一個比較 而我們都預見 現在選舉將會很激烈 大家都應該是叮叮碼頭 是欠幾票 所以我想至少 希望聯盟說 這個第三個選擇 是可以 就是在中間最關鍵這個位置 至少先動在這裏 可以隔開北京 隔開民主派 隔開建制派 等他們至少先停火 至少不用立即要開火 立即打仗 到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見到 原來建制派 所有事情都是聽北京 這個沒有意思 對香港市民其實沒有意思 等於他們沒有選擇 原來民主派 所有建制派提出的事情 都要反對他們 其實都是五十步笑百步 說真的都是沒有選擇的 現在至少我們把局面穩定下來 先停止了 然後再去尋找一個 其實對香港人的利益 是有最大的保障 我覺得至少 之後你說捱多三四年也好 其實都能給香港很珍貴的時間 不用立刻攤牌 不用立即一個兩制 你說變到現在 1.5也好 一個一制也好 你說有些人就說 一個一制什麼三點零四點零五點零 至少先停了 有些人說到這幾個月之內 已經2.0變成4.0 其實沒有需要 是因為大家的動作太多 如果只要停下來 其實是可以想到下一步 香港下一步怎麼走下去 當然優戰不是說 大家要坐下來要有一個和約 即是不需要的 只要大家其實在議會上 其實某程度都是 都是令到他們不可以很急地通過不同的事情 即是你說可能民主派 如果拿了半數 他會很多去推翻以前的決定 那你建制派的話 可能會迅速推23條 那些 但是是否這些要急到 真是要即刻 即是港人是否可以有多些諮詢 有多些了解 甚至真是等國際形勢 各方面平靜下來才去解決這些事 我認為是可疑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香港還有沒有第三條路 他們只會回到以前 湯家驊、迪志遠那些 當然他們很快就證明了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想歸向北京那邊 即是他們在嘗試改變北京的同時 自己被北京改變了 那我這個沒有辦法了 這樣我沒有辦法 但是曾俊華在2017年出來 其實給大家見到 艷倦固然是一個 即是艷倦這些兩極化 固然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但實際上都會見到 其實在曾俊華之下 他其實都嘗試滿足中央的要求 但亦都很多時候 其實有一個支持者 是可以接到民主派那邊的 其實這個你可以說是一個 都是一種運動來的 你看到那時候 其實市民那種熱烈的程度 大家都有一種希望 是覺得想如果香港這樣就好了 雖然是很難 當然我們知道最後沒有辦法 中央在這麼強烈的干預之下 林鄭就當選了 但是這個背後 其實都代表了香港人的一種願望 雖然你說現在兩極化 但是不代表人們不想停止這兩極化 難道那些人 我不會覺得香港人 打得好 好正 我們要來近四年都繼續打下去 我相信這個是很少數的人 所以如果你給回一個代表給他們 是代表這種心態的 就是說他們至少是基本的目標 是要令到香港可以保存下去 給香港一條生路 我相信香港人 這個才是大部分香港人的心願 這個無可避免 其實你會要靠近來的社會的趨勢 和國際的趨勢 去讓他們知道 因為你見到 中央是持續地強壓下去的 但是你真的要想一想 你說你去攬炒它 或者你去上街 你去做什麼 你現在就見到你改變不了它 你還要令到它更加這樣 這幾方面 其實香港的問題就是 尤其現在變成深藍深黃 大家只是對自己那一小撮的支持者負責 其實這個是不負責任的 我們現在有個 我們有時候管理學 什麼上面有個叫做 Stakeholder Theory 一個持份者的理論 其實香港政治為何這麼失敗 就是沒有人是覺得 是要為持份者負責的 你見到梁振也好 林鄭也好 經常都說事情 其他都不是持份者 其實這個就是敵我分明 原來你當對方是沒有到的 或者你甚至當北京是沒有到的 這個你就自己邊緣化自己 其實今次這個希望聯盟的出現 其實我個人也好 我相信田生甚至曾俊華 都覺得這個是一個 理性溫和路線的一個最後機會 因為我們覺得香港不像其他社會 其他社會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就一直邁向這個民粹 香港的社會比較行運 當然其實都有很多社會問題和矛盾 但遠比其他西方社會的民粹性是低的 而香港人我們都知道一些最普遍的香港人 其實都是想香港少一些這些政治爭拗 是會繼續保持到現在這個制度 可以走進去 甚至在這裏 你說有些高薪厚職也好 在這裏置業也好 子女在這裏生活 其實他們很多都不想移民 迫不得已都不是想這樣 所以就要有這樣的路線 就是說其實現在即使在深藍深黃之下 你是不是自己都變成一個怪物 變成一個深黃深藍 還是就是說現在是有一些比較中間溫和的聲音 走出來 其實你見泛民也是 泛民政黨其實他們不是那麼深黃 但現在是被那些抗爭者 或者雲粹主義者牽扯了過去 其實本來你說有淺藍也好淺黃也好 本來經過了一個運動已經是很相似 你見到譬如反對警暴 或者贊成要成立獨立調酬委員會 是去到七成幾八成 就是說有一群人 如果你這七成八成 你扣了攬炒那群人 其實是一群很大的群眾 只不過是沒有一個政治的力量去團結他們在一起 所以當然如果你說這次9月選舉是全軍做物 我都相信至少短期內是一個香港市民選擇 甚至是一個時代的選擇 但是香港的破滅就會很快來臨 這個大家到時就要負那個責任 是不是真的連有一個第三個選擇都沒有呢 就算告訴你這個其實是一條生路 甚至是唯一的生路 你都是不要讓這條生路出現 是要自己是步向滅亡之路 這個大家市民要自己想想 我不會再失法 都是給香港一個希望 所以我的研判就是 9月真的是一個公投來的 你不要只是黃和藍 是一個以四形態 不是 9月的公投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 有些人真的很想香港要很穩定 要只是賺錢的就是怎樣的 你是想一國一制快點來臨 你便投結制派 另外如果你黃色那群人 你覺得攬炒是很有用的 北京一定會聽你的 那你便投那一邊 但有沒有一個至少告訴北京 告訴全世界 就是其實我們都是想找一條生路 但我們不想所有東西都要聽到北京 但我們又不想攬炒 有沒有連一條這樣的生路 香港七百多萬人的願望裏 這個都是comedy 我不相信